他考的是正N边形的面积计算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他要用到什么叫Mass.Pow 特别说Mass.Pow 这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算平方的 什么的几次方 那刚刚跟那个什么 比如说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3的平方就3乘乘2 那其实呢 这个Mass.Pow 也是跟那个算平方 是一样的道理 是一样的东西哦 所以但是题目里面有提到 要你用这样 你就不要用什么乘乘2了 你就用这个 OK 第二个的话呢 要算那个10 所以用Mass.Ten 所以你就把这个10 用Mass.Ten替换 然后这个平方用Mass.Pow替换 那答案就出来 而且呢 要计算到小数点第四位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大概要怎么做 我把那个就是做法 我们用那个程式这边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第一个 它是要产生N跟S 所以一样 这个输入就用那个 Input N跟S OK 这应该没问题了 这前面说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再来就是Input的一个Mass 这个跟前面讲过的一样 OK 那接下来就是后面这一串 比较特殊了 这一串其实就是按照什么 按照假设啦 考试的时候你就它只会提供给你这个题本 所以呢你就照这个题本 所以 题本一定会有 只是说后面的答案你要把它转换一下 那转换的方法 第一个 刮弧 你就是N嘛 N乘上什么呢 之前是用S乘乘2嘛 如果你要改的话记得要改什么 Mass 点什么 点Pow Pow 这个 那S X X就是用S 几次方就是Y 这样子 OK 所以哦 S的二次方 S乘乘2就等于这样的写法 好 应该可以理解啦 OK 那当然 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都可以 OK Mass.Pow 好 那这个写法跟以前写过用Java其实一模一样 好 所以如果你 你或者C sharp那些都差不多 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什么 刮弧之后呢 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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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刮弧 那就照着打就好了 4 乘上 10 这个Mass 打一下 点 再打个T 就出来了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放大一下 这边其实旁边可以放大 然后 再 刮弧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里面东西就是 就是 我要把这个什么 Pi Pi的话就是Mass 所以其实照着打就好了 点Pi 然后除以 除以 N 好 最后答案就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照着打 另外注意一下就是说 前后的刮弧数量是不是一致的 不要说前面一个刮 一个前刮弧就后面两个后刮弧 那就不OK 那再来取到小处点的第四位 这个已经做了N变 OK 所以 应该慢慢都熟悉了吧 这个就不重做了 你们自己在 那最后我们来试试看 答案是不是如 我们这个地方 有吗 这个嘛 这个对这个嘛 这个对这个 有没有 这个对这个 这个对这个 OK 其实如果你多一个 这个他也好像会出错 他会这样 他会好像有个 而且会跟你讲说 语法错误 有没有 这边会出现 语法错误 你刚刚就有同学也出现这个错误 OK 为什么 因为多一个刮弧 然后就把这个后 而且他会帮你提示 这个是多的 把它delete掉 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OK 来实行一下 理论上我输入什么 输入跟这边是一样的 就是 假设是 他是 8 6 OK 然后面积 他的那个 他的面积是否正确 秀 OK 那秀出来 8 6 Enter 面积 OK 那取到小学院 第四位 这样就OK了 所以如果针对考试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只要对照的做 应该理论上没有太困难 就是照 这边的公式 反正你就照的打 有点像把它翻译一下 就OK了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来 正 这个正边 N边形的公式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用10 为什么要乘以Pi 其实这个不是我的重点 因为那个是数学问题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Google一下 里面其实也会有答案 这个重点就是把这个公式转换成Python OK 那这个第一类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就要再进到第二类了 第二类其实也是利用我们之前讲过的逻辑判断 那要怎么样在那个Python里面做一些简单的逻辑判断 在主要就是第二类要做讲到的那个重点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你 —你 bird Dingen 全部被印到大财烦 养